顾九慈 谁在叫我 弥留之际顾九慈的意识在混沌的空白中逐渐稀薄 忽然他听见一道冰凉刺骨的声音喊他的名字 是谁 耀眼刺目的白光之中顾九慈猛地睁开眼睛 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 眼前是一张轮廓分明深邃冰冷的脸 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的脸能有他半分惊艳 却是顾九慈最害怕的一张脸 火明车 男人冰凉的手指仿佛没有人类的温度 紧紧地握住他纤细的脖子 只要再用力一点点 顾九慈想发出声音 可对方抵在他脖子上的手很用力 呼吸都困难 紫细感几乎再次要了他的命 他重生了 刹那间 顾九慈瞪大了眼睛 瞳孔低震 可他还没来得及狂喜 紫细感让他痛苦地拧紧了眉头 还疼吗 霍明车低沉瓷性的嗓音 依旧如大提琴音般质感 可他说出的三个字 让顾九慈习惯性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对霍明车的恐惧深入骨髓 熟悉的话语让顾九慈意识到 自己竟然重生在了和霍明车订婚的那一天 那天表姐许韵儿告诉他 蒋玉堂要带着他私奔 他高兴地收拾好东西直奔机场 结果蒋玉堂没有等到 等来的是震怒的霍明车 说话 男人的耐心急剧丧失 杀意肆虐 扼住他脖子的手不断地收紧 前世霍明车对他的执念很深 甚至近乎变态的偏执 顾九慈是真的相信 此刻他要跟自己同归于尽 求生的本能让他紧紧地拽着霍明车的手腕 可力量悬殊 他也紧紧只能撼动分毫 争取到一丁点氧气 变光火石的刹那 顾九慈艰难地吐出三个字来 车哥哥 听到这三个字 霍明车非常明显地争了一下 随即手上的力道一松 顾九慈大口呼吸着空气 劫后余声 赌对了 他六岁 初见霍明车 一直都叫他 车哥哥 但自从喜欢上蒋玉堂 而长辈们却要他嫁给霍明车时 他对待霍明车的态度 就恶劣起来 也再没有叫过他一声 车哥哥 果然霍明车很在乎 霍明车漆黑的眸子 依然深深地凝视着他 手却缓缓地收回 就在他的指尖 从顾九慈身上离开的刹那 顾九慈猛地伸出手 握住了他的手 我 我不会再逃了 顾九慈几乎贪婪地凝望着霍明车 眼泪不争气地巴搭巴搭掉了下来 前世 他以为许韵儿是一心为他好的表姐 蒋玉堂是深爱他的初恋 霍明车是那个破坏他幸福的大魔王 可事实呢 他大错特错 七年蹉跎 许韵儿母女用尽捧杀的手段 把他变成一个品性暴虐的不良少女 甚至联合蒋玉堂欺骗他的感情 把他耍得团团转 最终夺走了顾家的一切 害死了哥哥们 让他家破人亡 二十五岁 他在监狱被折磨致死 尸体扔在了垃圾厂里 至始至终不离不弃的 只有一个霍明车 顾九慈 你在发抖 听到他这句话 霍明车的表情甚至没有什么变化 他冷若冰霜的脸和眼睛 分明写着他不相信 我发动 那是因为 我重生了 我激动啊 顾九慈心里叫嚣着 但要是真说出来 霍明车肯定会把他当作怪物吧 我发誓 我不会再逃了 否则 否则我就天打雷劈 话音刚落 外面轰的一声巨响 落下一道惊雷